防空警报响起老师把窗帘拉下 小朋友赶紧躲到桌下 就地施行五步骤 采取跪姿身体围拱 胸离地面的动作 避免受到攻击 几分钟后9点21分 换地震警报大响 学生坐好趴下掩护稳住 再等候广播 抓起手边的书本 隔板等物品 保护自己的桶部 准备疏散到空旷空间 再透过一一清点 寻找可能受伤的同学 演练全方面到位 因为这几天余震不断 让同学对于学习避难动作很悠感 地震一来就是会快速的做该做事情 没有讲话也没有推也没有奔跑 就是静静的跟着全班到操场来 防空防震两套SOP 学校早有准备 我们这几天事实上我们都在利用下课时间 对全校做一个广播 请小朋友一定要对这个熟练 那我们从开学到现在已经做了第五次 918那天的那一个地震 其实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说说而已 它可能是随时会发生的 从住中学从小建立防灾观念 当危险来临时才能临危不乱冷静应对 大安新闻王怡婷田志忠检员集台北报道